各位 現在這個消息來自紐約時報 警察報告說在密茲根州大學中的一起傷擊事件中 有三個人死亡 另外槍手本身應該自殺 被自己的槍打傷 另外有五個人要送到醫院 又一件就是大學的槍擊事件 現在槍手本身亦死亡 原因是甚麼呢 現在暫時未知 警察只是說現在的情況要調查 槍手是一個43歲的男人 Died of a self-inflicted gun shoot wound 自己打槍自己死亡 在星期一晚 警察把現場封鎖了好幾個小時 來找槍手 附近的居民聽到不停的警車聲 和在上面的直升機的聲音 所以我便會有機會 啊 又一單啦 好 又一單啦 好